Carpenter 有一首歌是這樣唱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ne 既然是這樣 不如今天和大家討論幾宗較為輕鬆的新聞 Facebook有一個叫做韓網評論翻譯集的專頁 這個專頁經常會分享和翻譯一些有關南韓的各種消息 有一位南韓網友在論壇的The Code 用2021年全世界最討厭中國的國家top ten為題發表文章 列出了十個最討厭中國的國家 究竟是哪十個呢 我們首先可以由第十位數起 第十位是土耳其 第九位是馬來西亞 第八位是蒙古 第七位是南韓 第六位是日本 第五位是美國 第四位是台灣 不知為何他們會把台灣列為國家 我先戴著頭盔 說明這個做法是絕對不正確的 因為根據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 台灣不能夠亦不應該被認定為一個國家 第三位是菲律賓 第二位是越南 最緊張的關頭來了 究竟穩助綁手的第一位 Number one是哪個國家 原來就是印度 這個列表引起了各界很熱烈的討論 一個這樣的結果排列 令到有不少的網民都覺得很驚訝 特別是南韓方面的網民 南韓的網民對於南韓只是排第七位 有不少的意見 不少當地的網民覺得 不可能 不可思議 他們認為甚麼 他們是這樣的說法 排第七名太低了 我們應該排第一至對 我們要繼續衝 有人為大家打氣 明智太低了 我們一定要努力爭取去到榜首 對於澳洲榜首榜上無名 他們說大跌硬頸 我以為澳洲應該100%會上榜 為甚麼沒有呢 網民更懷疑 如果我們南韓排第七 其他的國家真的討厭中國很厲害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這些說話是頗具挑釁性的 我們當是笑話那樣看就算了 不要傷心 有網民這樣說 前十名應該都在想 為甚麼我們不是第一名 又有留言說 不是全世界都很討厭中國嗎 會不會列出哪個國家比較喜歡中國會容易一些 這些留言真的挺刻薄的 台灣的網民當然對這份名單同樣不太滿意 他們認為在國際上 最常被中國以一中原則打壓的台灣人 應該毫無疑問是排在第一位的 他們就說 沒有想到排在第四名的 我們未來真的要更加努力了 不過也有些網民擔心 比起台灣排行第四 玻璃心國家 可能會很生氣 要爭取把台灣 踢出這個榜 因為他不應該被列為國家 這個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正如我先前所說 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 把台灣列為國家的確是不正確的 這個排行榜應該改為甚麼呢 全世界最討厭中國的地區 這樣做就比較穩妥一點 不行 想起來也不太好 如果改為地區 很難不保證香港不會上榜 香港現在的警方已經夠差了 真是無謂搞那麼多事 這些無聊的搞作 只會令到香港變得更加糟糕 還是說一句 不要太認真看這些流行榜 當笑話那樣看就算了 不要那麼上膝 另一則關於英國皇室的新聞 這真是不是開玩笑 英國的每日郵報 Daily Telegraph 在星期六周末 引述了消息人士說 英國皇柱查理斯王子計劃 斷絕哈里王子 和梅根的長子阿奇 成為王子這條路 先說一下背景 根據英皇佐治五世 King George V 1917年訂立的皇室法令 只是君主的子女 君主的兒子的子女 威爾斯親王的嫡長孫 才可以獲得王子或公主的銜頭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在2012年發表 英皇制告修訂的規則時 指出威爾斯親王的長子 所有兒子都可以獲得殿下的尊稱 亦因為這樣 除了身為的長孫的左字 是王子之外 她的妹夏洛特和她弟弟路易 亦可以享有公主和王子殿下的銜頭 本來如果按照道理 王柱查理斯做了皇帝之後 她任何一個孫 都有權成為王子 但是現在有報導指出 查理斯王子為了折省公帑 和想精簡這個皇室裏面的架構 制度成員的架構 如果她真的將這個計劃付諸實行的話 就有這樣的傳聞出來 只有皇位繼承人 和他的直系親屬 才可以有完整的銜頭 才可以有公帑資助 以及用納稅人資助的警察的保護 這個報導指出查理斯計劃 成為英國皇帝之後就會這樣做 去縮減軍主政制的規模 一個很自然的必然結果 就是阿奇不能夠成為皇室主要成員 也有消息人士透露 哈里和梅根 已經告訴他們 就算查理斯王子成為皇帝之後 阿奇也不會是皇子來的 不用想 皇室消息的人士表示 暫時未見到修訂計劃 會在短期內實行 還說對查理斯的這個計劃 通過主動修改英皇制告 把阿奇等人 排他出主要皇室人員之列 感到震驚 其實這樣就沒有震驚 查理斯王署的說法 很有道理 他只是想截省公帑 簡泛了皇室的制度 這個改動的目的 不是去排除 哈里和梅根的兒子阿奇 成為皇子 雖然這是一個必然會產生的效果 如果不是 我不是本土英國人 我沒有地位去發表意見 不過看到哈里和梅根這家人 怎樣對待自己的親人 真是有些不敢恭偉 最初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女同志 我是女同性戀 從中學開始就知道自己喜歡男生 認同性別流動 你覺得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想對方或別人當我是男生 這個跟異性發生關係 沒有 即是自發生關係沒有 但是有約會過 原來我都不是那麼抗拒 穿寶寶寶 要出櫃的原因就是很想找到支持 是呀 你可以做自己 You know I haven't changed 不如喜歡男生 我又覺得我不是想 用一個女生的身份去喜歡一個男生 我爸爸媽媽其實是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出生的人 你可以想像 他突然間見到這樣的事情 你也會問過 兒子你會不會 結婚 會不會結婚 會不會之後會跟女生一起 爸爸有三天沒有出聲 整個亞洲 沒試過 沒試過 搞Gay Games Gay Games就是一個好的機遇 是的 你可以去參與 不管你是還是不是 你都是去參與 是的 如果你覺得有懷疑的話 你也可以去參與 沒錯 看看這個環境裡 你會不會覺得舒服一點 好一點 特別多Gay的朋友喜歡打排球的嗎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是飛桶計學的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用出聲 我們不保證 我們 不用好的 年輕人 就不愛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懂 我們不忍賞 我們我們不在一起 我們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